继续要带您关心国民党的花莲县长初选真的是一波三折 县党部昨天决定立委傅昆奇的初选资格仍然存在 等于是把烫手山鱼又丢回给党中央 不过中央党部的动作也很快 考机会今天下午立刻就以傅昆奇违反联能条款 否决了他的初选资格 而对于这项最新发展傅昆奇还没有公开回应 不过基层实力非常雄厚的他 是否将会脱党自行参选 将是花莲县长选情的最大变数 国民党花莲县党内初选 因为县党部决议不取消立委傅昆奇的初选资格 将问题丢回党中央 为了避免花莲县初选再生争议 党中央快刀斩乱麻 上午召集考机会讨论 下午就做决议 我们就不可能提名傅昆奇同志为县长的候选人 那既然是不能提名他做县长候选 我们就不能让他去参加初选 由于党内联能条款清楚规定 一审判刑一年以上不宜提名 吴敦毅强调国民党重新执政 坚持联能的形象 像傅昆奇有案在身不止一件 而且都被判四年以上的刑期 等于是重伤党的形象 否决了傅昆奇的初选资格 只是傅昆奇上午还坚持清白 认为自己并没有违背党章规定 政党对党员赖以党章 依照中国国民党的党章 所有的排黑条款的内容 傅昆奇都不牵涉其中 遭党中央裁定丧失初选资格 傅昆奇搬完手机关机 不愿对外回应 而傅昆奇是否拖党参选 对国民党来说还是一大变数 不过就目前党内参选人来看 副宪长张志明 县府参议都立华 县议长张温植 以及华联市长蔡奇塔 加上叶金川总共五个人 抢一个提名权 在傅昆奇确定出局后 党中央也会在28号到30号 进行初选民调 并在9月2号中场会上 决定提名人选 这里小朋友组台北报道